HELLO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Marco老師 那接下來我們來進行我們第五單元的一個席座的一個練習 那我們剛剛透過了二次圍觀之後發覺到吸管 用喝飽喝瓶裡面的飲料的時候 用吸管喝的時候吸管會掉進去 這個問題是好像比較大家會比較認為是個問題 是生活中的一個問題 好 我們就用這個當作一個範例 針對第五單元這個練習的部分 我們試著去發覺我們觀察到的問題是什麼 觀察到的問題是什麼 然後我們的技術核心是什麼 然後我們要帶出來的創意是什麼 跟我們要解決消費者什麼樣子的問題 透過這四個區塊 我們把我們剛剛的這個案例 吸管喝飽特瓶飲料的時候會掉進去當作是一個範例 那第一個就是我們所發覺觀察到的問題就是 女孩子用飽特瓶喝吸管 用吸管來喝水的時候 她有時候吸管掉進去 然後不方便撈 就會覺得手都是髒髒黏黏的 這就是我們所發覺到的問題 好 那我們的技術核心是什麼 技術核心就是我們如何的讓 女生在飽特瓶用吸管喝水的時候 她的吸管不會掉進去 同時也可以蓋蓋子 然後蓋子打開之後 吸管就在邊邊的就直接可以拿起來喝 這個就是我們的技術核心 那我們的創意點是什麼呢 我們的創意點就是 讓飽特瓶可以用吸管喝水的時候 吸管不會掉進去 也可以蓋蓋子 然後女生在喝的時候可以方便拿出來 不會掉進去 手會弄髒髒的 這個是我們之前所發覺到的問題 那好 我們要解決使用者什麼樣的問題 其實就更簡單了 問題從一開始到最後就不繼續出了 就是要讓女生朋友在用吸管喝飽特瓶裡面的水跟飲料的時候 不會讓吸管掉進去 蓋起來也方便的可以蓋起來 打開之後吸管就在邊邊的方便的去抓取吸管來喝 而不會擔心它會掉到飲料裡面或是水裡面 然後那邊撈也撈不起來 那這個就是我們所要解決使用者的一個最重要的一個潛在的問題 所以透過我們的我們所發覺到的問題是什麼 我們的技術核心是什麼 我們的創意構想是什麼 還有最重要的就是我們要解決使用者什麼樣的問題 透過這四個區塊 把我們剛剛這樣議題跟同學您的創意透過這樣子的練習 試而去做一個排列跟歸納整合 這樣子你們針對這樣子的練習 你們會很清楚知道你們的技術核心是什麼 你們的創意是什麼 你們要解決消費者什麼問題 就會很清楚的透過這樣子的一個練習的一個表單 你會很清楚知道你要怎麼執行最後後續的一個 Final的一個創意的一個 一個繪製 一個繪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